频道先生好 大家好 好的 欢迎两位 那么现在呢 距离中共新常委的班底露面 还有一些时间 所以我们先请嘉宾来关注一下 这次二十大的一些关键的动态 二十大的闭幕会上 我们看到在主席台上 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 习近平的前任 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 被工作人员带离了会场 从外媒上传的画面来看 有一名工作人员 俯身与胡锦涛耳语 并试图将他驾离会场 胡锦涛当时想明显的留下 他坚持了一会儿 同时呢 伸手去拿旁边习近平的红色的本子 但是遭到了阻拦 在僵持了片刻之后 工作人员最终是将胡锦涛带走了 胡临走之前 还跟习近平耳语了几句 然后拍了一下李克强的肩膀 这个插曲引起了很多的猜测 那么事发当时 常委们各不相同的反应 也是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 我想首先请问一下王君涛先生 我知道您没有参加过党代会 但是您参加过团代会 那么相关的流程 您一定是很清楚的 能不能以您的角度来说一下 这次党代会有什么特别的看点 您怎么看待发生的这一幕呢 对1978年10月 在中共在王大民共恢复了团中央的建制 我参加了第十届团的十届代表大会 那么在那大会上 我是主席团成员 也做过一日的执行主席 那我知道其实像这次 像这一类的会议 我们在会前的时候 我们才能知道 这个会议议程是什么 即使执行主席也只是在当天知道 其实秘书处在事先做了安排 你可以从这个画面上看 胡锦涛这样已经就座了 那么这个应该是一个临时性发生的事情 因为他就座的时候 实际上每个座位前都应该有他的名牌 那么我们可以做两个猜测 两个分析 第一个分析就是 胡锦涛有一个名牌在那 但是胡锦涛坐在那之后呢 临时呢需要他出去 如果临时需要他出去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 胡锦涛根本就没名牌 但是他呢是稀里糊涂进来 就坐在了一个座位上 于是呢 其他人就顺着就往旁边就坐了 那么因为呢 记者进来的时候 他们都已经坐好了 那在这个记者进入选 可能发生了这个事情 那可能就把胡锦涛 而且胡锦涛坐的座位也很有意思 因为在这个主席团的名单的公布上 胡锦涛这样在现任的 一系列的这些 这个政治局常委和委员 和政治局委员之后 但是他这次呢 他坐的座位是在习近平边上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我们得搞清就是 到底他是事先他在进场之前 有没有他的名牌 那么这是一个 如果要是有他的名牌 让他走 那到底发生什么 那我的想法就是 因为我们知道 这次党代会在今天的 在这个会议上 是有两个议程 一个议程就通过了一系列决议 还有一个议程是选举了中 这个中委 还有中央委员会的 这个包括候补委员 委员和候补委员 还有中级委委员 那么会不会在这个选举中间呢 出现了一些意外 这样不想让胡锦涛知道 于是呢 就让他提前让他走 他不显然不是身体问题 因为他走路的时候 他第一次进来的时候 我们根据报道 看他是被拆进了 被掺进来的 但这次走的时候 基本上他可以自己走出去 那如果上一次 他能掺着进来 这次他能走着 出去说明并不是身体状况 那很可能这个是出了一些故障 所以要求他提前立场 这是假定有他的名牌 而且这个名牌的位置 就在这个习近平旁边 那么如果还有一个推测 就是根本就没有他的名牌 结果他进来就坐下了 那别人也不好说什么 于是就出现了顺次呢 就往比如栗战书 因为习近平这个名牌是不定的 那栗战书可能就往旁边挪了 挪了之后呢 后来可能觉得不合适 又进来把他给掺出去了 那么这个当然按照第一个推测来说 如果名单出现了异常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呢 在这个选举上头 比如像李克强和汪洋的出局呢 虽然在坊间一直有流传 但这种流传一般都是各派在放话 那我觉得呢 其实这个最后的结果呢 不到最后一分钟呢 博弈出不来的 因为在中共十五大上 比如像乔什出局和李瑞环裸退 其实这些都是当时在后来在最后的关头发生的事情 那么所以我在想说 有没有这个可能 李克强和汪洋 那么在对习近平已经劝阻无效 觉得他已经全面临下了党政化账 那他们用裸退的方式表示了一种抗议 这时候就会出现了一些 这个事先没料到的情况 那么可能就不想让这个胡锦涛看到这一幕 那如果假如说他没有名牌坐上 那胡锦涛为什么要坐上去 他是老糊涂了吗 但你知道当天的会议通知谁来 不通知谁来 实际上是有规定的 就是谁出席会 坐次怎么摆都是有规定的 如果他如果通知他了 他来了 那么当然就是我说前一种可能性大 那么出现一些意外 不想让他开完这个会 听到这个最后的结果 那么如果假如说没有他 他进来就硬坐在这个地方 那他就是要挑战一些什么 他想挑战什么东西 而就让他走的时候他也不太走 同时就叮嘱了这个习近平 你还可以看到 他的胳膊倾触习近平的肩膀 这个年头说实话呀 这个敢跟习近平主动握手的人 现在都没有在那个场上 结果他能够去做这个 好像还有点居高临下 作为老一辈似的 那我当然就觉得 习近平把他哄得也够呛 就是说到现在为止 他已经不知道在共产党里头 习近平已经把自己临下在共产党之上 他还以为呢 他还有些资格 就可以看出习近平对这些元老呢 有的是打压 有的是哄 有的是威胁 那么但是 我觉得如果照说 胡锦涛是闯进来 坐在位置上的话 那这个就 这个解读空间就更大了 那他肯定是对什么事情 是不满意 或者不放心过来的 非常感谢王君涛先生 从您的这个角度 和我们分享您的这个观察 那张教授您的这个整体观感是什么 二十大闭幕 您怎么去解读胡锦涛被离场这样的一幕呢 其实我觉得 胡锦涛应该他的座位是在习近平边上的 因为我们记得二十大开幕是那天 然后在习近平做完报告之后 习近平和胡锦涛有一个互动 当时他们两个是挨着坐的 所以我感觉那个座位应该就是给胡锦涛的 当然这个现在关于胡锦涛为什么离场 有各种各样的揣测 没有任何一个故事能够自圆其说 因为如果胡锦涛身体不好的话 从他走路上却看不出来 而且中央的保健组应该会评估到他身体不好的话 就根本就不会让他出席 而且就是说如果他身体不好的话 别人会可以没有任何顾忌的表示关切 因为这不涉及到一个政治站位的问题 可是你会看到就是说温家宝 汪洋 胡春华 这些团派人物 胡锦涛本来是他们的老领导 可是当胡锦涛 如果身体出问题的话 他们竟然连看都不看胡锦涛一眼 没有任何人关切的看一眼胡锦涛 当胡锦涛经过他们的时候 然后的话胡锦涛过去的时候 他们也没有目送 就是你觉得这些人的人情非常凉薄 就是如果真的是身体不好的话 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如果说胡锦涛是出于政治原因 说被习近平骗了的话 我觉得胡锦涛 他长期以来给我们的印象 从他1992年进入14大政治局常委之后 他就一直是一种委屈求全 然后就是唯唯诺诺的这么一个懦弱的形象 他应该是不会当众发飙的 他当时被江泽民欺负成那样 他也没有发飙 而且对他来说 如果跟习近平闹掰了的话 还不是他本人的政治安全的问题 包括他的儿子胡海锋 小命都是捏在习近平手上的 所以就说不管是各种原因的话 感觉好像都有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 所以我也就只能是把这两种 就是说看法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各自的破绽吧 那您觉得老人干政这个现象还存在吗 没有了 我觉得江泽民这次连从头到尾没有露面 朱镕基没有露面 然后这个胡锦涛这次扶出去的话 其实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就是习近平头上没有婆婆 没有任何人能够去再干涉他 同时的话两个确立两个维护 写入党章 已经把习近平确立为 就是说他就几乎等于共产党了 你反习近平就等于反党了 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 就没有任何老人再能够挑战他了 这个其实我从一开始 有关于习下礼商这种传闻的时候 我就表示 我说这个元老其实从来都是中共高层人走茶凉 如果你在自己的党内 没有自己的代理人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把你的这个任何的意见 变成一种政策 或者是中央的一种什么决议 就是这个事情已经完全过去了 所以江泽民的那批人的话 基本上来说到了十九大的时候 几乎已经全都退下去了 因为毕竟过了15年 他退休15年之后 这些人年龄已经过线了 然后到二十大的时候 我觉得胡锦涛这批人 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影响了 团派其实本来就很弱 所以就是二十大之后的话 就更不会有什么影响了 好 非常感谢张教授带来您的分析 那小旭博士 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况 在闭幕式上 然后把胡锦涛给背离场了 然后您认为这个老人肝症还存不存在呢 我觉得即使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偶发的事件 但是从历史的场合去看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事件 就等于说是一个突发事件 但是带有深刻的含义 就是说它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 就是说如果 即使是各种健康原因 或者是视线没有沟通清楚 但这个事情 他能够把胡锦涛请出去 这就意味着 习近平已经掌握了绝对的权力 所以在这一点上来看 他可以完全不顾胡锦涛的面子 那么同时我觉得在整个会议的这么大的一个场合 做这件事情的话 也是杀人诛心 他实际上是告诉所有的党员 即使你是位高如 胡锦涛我一样可以采取这样的手段对待你 对吧 所以所有其他的人都要老老实实听习近平的安排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他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政治手腕 所以你看到这个王沪宁 在边上他可以去拉一下栗战书 他知道这个事情是有安排的 栗战书你别动你不要去安慰胡锦涛 这些事情都是没有必要的 对不对 那么胡锦涛后面的跟这个习近平的接触 以及跟这个这个李克强还安慰他一下 好像是这样拍他的肩膀 好像他鼓励他做好事了 对不对 那这些我觉得只不过胡锦涛在挽回自己的面子 因为他被架出去已经是彻底颜面扫地了 对吧 那么这种做法就是习近平从另外一个程度上 就是向全党宣示自己的这个最高的权力 他已经作为这个领袖 对吧 你就像毛泽东 你可以把这个刘少奇给打下去 你就算是贵为国家主席 我一样可以打下去 对吧 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说 你现在胡锦涛 你即使是前任的总书记 我也可以不给你留任何的面子 把你请出去 而且我在网络上也看到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说实际上胡锦涛 在最后一天的闭门会议上 他本来是想要参与记者会的 当时都安排好了 但是当记者进场以后 胡锦涛也被请出去了 所以实际上就是说胡锦涛 有可能有事情想要表达 但是习近平不给他任何的机会 那么在这次最后的闭幕式上 肯定也不给他机会 就是说你即使想要表达的机会 如果举手在阻挡你就很尴尬 还不如就是在你举手发言之前 我就把你给请走了 所以我是觉得习近平做的是非常绝的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件事情 它等于说是意味着整个中国 现在就真的进入了西朝鲜时代 我们讲北朝鲜南朝鲜 现在中国是西朝鲜 大家说是可能会进入 现在已经进入了 对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就没有人可以挑战 这个习委员长的最高的 这个人民领袖的这个意志 所以你就算贵为前总统 前总书记你是可以把它请掉的 就像这个金正恩 可以把他辜负给拉到砍头 很简单的事情 大炮轰掉 这个前面的这个都可以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怎么做 怎么处理这个党内的其他的高光 但是他是完全可以控制的 所以这个老人干政的事态 我也觉得是真的彻底的结束了 已经终结了 是 那就是说从您的这个角度来看 他确实释放了某种信号 是那王君涛先生我想问一下 您现在看到